有一句話 要問你 You show me your friends, I show you your future 好 什麼意思 其實很簡單的 什麼層次的人就會跟什麼人在一起 如果你想是事業的成功 但是如果你跟一些基本上的事業很失敗的人走在一起 你覺得你的事業會多成功呢 你發覺 所有你說得出名的人 所做的事不是其他人做到的 如果他要你 approve他做 他要問他身邊的人是不是可以做 他一輩子都不用做 所以不要問那麼多意見 這個就是我可以給你最好的意見 不要問那麼多人的意見 當你要做任何事的時候 因為個個都叫你不要做 為什麼 因為個個都做不到 你問一些做不到的人 應該做現在你所做的 那你想拿什麼答案呢 你想拿什麼建議呢 你是不是應該問一些做到的人是怎樣做 有一句話要問你 You show me your friends, I show you your future 好 什麼意思 當你帶一些你四五個和你最親密的朋友 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可以正確地告訴你 你的將來大約會是怎樣的 是什麼意思呢 你說 其實很簡單的 什麼層次的人就會跟什麼人在一起 如果你想是事業的成功 但是如果你跟一些 基本上去事業很失敗的人走在一起 你覺得你的事業會多成功呢 如果你想學 你想投資的時候 但是如果身邊沒有一個人是投資的人 你怎麼會投資成功呢 對不對 很簡單的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你跟什麼人在一起 直接影響到你的將來 所以你看看現在你跟什麼人在一起 你用什麼時間跟什麼人在一起 放假 放工啊 一班地盤工人就會說一些關於地盤的事情 一班做生意的人就會說做生意的事情 是不會錯的 這一點 所以你跟什麼人在一起 有什麼人跟你做朋友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要跟一些會拉著你後腳的人 做朋友記住 朋友有很多種的 如果你跟那些朋友 他是不支持你 不鼓勵你 是不是 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他會拉著你 那些不是真的朋友 是不是 say hi and then say bye 就是這樣了 是這樣的 不要複雜化 可以嗎 你想做一個什麼人 就跟那一班人 做朋友 你學習的怎麼做法 是不是 如果有一班人是 他在這個行業是做得很好的 有出色的 但是你未到那個位置 不要緊 你問他問題 他會回答你的 因為他做到做過 慢慢你就可以吸收到 為什麼這班人這麼成功 你慢慢聽到這麼成功 他就會給你很多建議 給你一些經驗 慢慢看著他們怎樣做法 跟著你自己真的做 慢慢try and error 不明再問這班朋友 慢慢就會跟他們的水平差不多